各位媒體朋友還有各位網路前還有各位支持臺灣民眾黨的朋友們 大家早安 今天還是要第一時間要先謝謝全國各界 尤其是這一次投票給臺灣民眾黨政黨票三百多萬的支持者們 謝謝大家對臺灣民眾黨的肯定 那我想這也是臺灣民眾黨在成立四年後 我們的政黨票息次進加倍 第二個就是這一次有八席的部分去立委 那這八席現在的確是立法院最關鍵的少數 所以現在我們八席從昨天開始就已經開始工作 那接下去我們會一樣秉持臺灣民眾黨理性物質科學 還有秉持民意專業價值在我們的立法院的運作 還有未來的發展上面 朝向我們一再主張的公開透明財政紀律 我們也希望能夠幫人民做最間隔的監督 那今天我要先代表臺灣民眾黨的全國進行總部 向所有的支持者先謝謝 謝謝大家在這段時間還有在選票一票一票的入軌 那接下去臺灣民眾黨正在規劃全國的卸票行程 那也會謝謝所有的志工還有地方黨部的很多的幹部 以及這次幫我們上街非常多的陸戰隊 以及臺灣選擇支友會的後援會們 以及這次非常感動我們的是康阿伯的這些支持者們 所以臺灣民眾黨很特別的是各位看到我們在政黨發展的過程裡面 我們已經改變了所謂傳統的樁腳政治 我們現在所站出來的都是除了志工之外 其實有非常多自發性的還有相關支持者 他們已經把他們自己對於公共事務的關心提出來讓大家知道 也就是說在臺灣有非常多的民眾 他其實是非常非常隱性 但是這一次他們都站出來 我相信這也是臺灣公民自覺的一個很大的起步 接下去臺灣民眾黨會把大家的心願跟在這過程裡面 我們所了解的民生疾苦都會在立法院黨團持續的來幫大家發聲 那最重要的是我們希望接下去的過程裡面 我們會秉持我們該有的獨立的立場來監督現在的執政黨 那接下去就是我們二月份要上任之後 要做很多很多的事 所以我們沒有時間休息更沒有時間沮喪 所以我們希望所有的支持者跟我們一樣 捲起袖子繼續往前拼 謝謝 柯主席 下一步要怎麼走 下一步要怎麼走 立法院要不要跟他們 兩黨怎麼合作 奇怪他們也沒有拍賭賣 怎麼會是 哈哈哈哈 不是啦 我就是陳自然左右唯一 好 來就回決了 拜託 請問委員就是現在立法院上面因為民眾黨成為少數的關鍵過半 那在之後的議題上或者立法院長上 國民黨這邊會不會想要拉攏民眾黨呢 或者是在立法院長的席次爭奪上的選擇 我想基本上未來在立法院裡面大概應該第一件要談合作的事情一定就是立法院長跟副院長 因為國民黨這次沒有辦法單獨過半 所以如果就是在野黨希望能夠爭取到立法院長的話就勢必要合作 所以我覺得其實在選前我們就一直有談到就是在選後未來應該跟民眾黨合作 而且柯文哲主席自己不是也有講嗎 是在立法院長的部分也願意支持韓國瑜 所以我覺得如果到時候這個立法院長 國民黨跟民眾黨都有共同可以支持的人選的話 那麼我想我們對這樣的合作應該是樂觀其成的 柯文哲說 你覺得說那因為黃珊珊就被這個譬如說林陶之類他們有檢討說他是戰犯 那會不會影響未來的國會合作 我覺得我們這次被這麼多的選民托付這麼重大的責任 我覺得應該是國家利益在政黨利益之上 政黨利益也一定在個人利益之上 所以我相信黃珊珊她這樣的說法 也許她本身可能會有一些情緒 但是我覺得在未來就是兩黨合作的部分 應該兩黨都應該秉持著國家利益高於政黨利益 政黨利益高於個人利益 所以我覺得個人的情緒 應該不至於去影響這個大格局的合作 請問委員會覺得說昨天總統方面失利了 那會不會主席朱立倫這邊可能要負一些政治責任呢 我個人覺得就說在每一次大選之後 可能都會有一些所謂的要有人扛責任的說法 不過我覺得這次選舉我們在總統部分是失利 可是我們在區域立委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是繳出還蠻不錯的一個成績單 那麼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時候 而且其實國民黨未來還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我不覺得我覺得此時此刻 我個人不會覺得這個時候 我們是要誰下台誰要負責任等等之類的 那麼所有責任大家應該一起來扛 那麼現在以黨主席的部分 剛才我們特別講了 未來就是在國會裡面的佈局 還有我們整個的在一些公共政策 特別一些重大的法案 我們是不是應該趕快快速的來推動 比如說我個人這兩天我就對不在籍投票 我有非常非常大的一個感受 像昨天我想大家都看到 金門的鄉親竟然因為取消班機 而不能夠回去投票 這個實在是很荒謬的 那不在籍投票 是不是應該兩黨共同的來一起共同推動 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來做合作 然後做一些我們長期以來 應該要做的一些重大的法案 或者是重大的揭蔽的工作 比如說你高端的疫苗合約 我覺得希望能夠公開 應該是比現在我們大家這邊喊說 黨主席要不要辭職下台 我想人民可能應該更希望看到的是 在野黨發揮一個在野監督的力量 國民黨現在成為國會的多數 那委員剛剛提到的高端 是不是可以更有力的去追查這件事呢 當然我覺得過去就是因為行政立法獨大 所以每一次在立法院包含過去要公開高端的 疫苗合約或者過去說要採購國外的疫苗 或者是要公開這個三加十一的報告等等之類 全部都被封殺 那麼未來這個國會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我覺得過去我們希望知道的事情 我們希望能夠把一些人民想要知道的這些黑箱 應該要打開黑箱 這個我覺得都是我們應該去做的事情 所以高端的疫苗 我覺得我們立刻大家聯合提案 行政院沒有什麼道理再繼續的推組 你會不會擔心說可能民眾 然後柯文哲這邊就是選擇支持游西困 跟民進黨合作 這也不可能 這個因為過去民眾黨本來就講 他們在合作上 他也沒有說一定會跟國民黨合作 那但是我想對我們來講 就對國民黨來講 一定是全力來爭取跟民眾黨的合作 不管你願意不願意 不管你高興不高興 那麼現在的政治現實就是如此 你國民黨沒有單獨過半 那所以像這個院長的席詞 他一定要過半數的支持 所以我們還是會全力的 應該是全力的去來爭取民眾黨的支持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